我有些东西想告诉你 我说了你不要生气 又是一个风和日历的星期六 我好兴奋啊 到了吗? 今天我决定去这个非常出名的黑川温泉 据说它有一张叫日归的温泉 的票是1300日圆 那你就可以在所有的温泉 这个黑川温泉区里面的温泉去浸 这些就是给一些想可以即日来回的朋友 不用住的朋友都可以享受所有的旅馆的温泉 因为今天我就被遗弃 因为今天鱼姆爸爸和鱼姆走去附近滑雪 所以我们要独自去偷宽 你今晚记得接我回家 不要忘记了 不要忘记了 因为这里好像一天只有两班巴士回福岡 为什么你不在那里 不在那里 快到了 哇 这山很漂亮啊 空气清新 简直一流 黑川温泉 我们开了两个钟后车 终于到了洪本苑的黑川温泉 我今天来做什么呢 就是想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有300年历史的黑川温泉村 还有它是有米芝莲绿子蓝的两个星的评价 这个真的很棒 因为我有个日本朋友推荐我来这里浸温泉 大家自己可以开车 或者从福岗的博多站或者洪本搭巴士过来的 不过班次就比较疏 又到了 上司我们来浸了一晚 太难了 那我们第一站就先去旅游中心那里去买飞吧 满了吗 对啊 星期六是这样的 所以我只把你放下了 然后他说今天的飞都买了 然后我就放下了 满了 那我们现在就去买飞了 那它有这张图 就是给你听 几点三门的 这个 1300元 我最喜欢去浸泡温泉之后呢 就喝一杯乳酪或牛奶 真的很棒 很新鲜的 温泉去浸泡也是五六百日圆 也是很便宜的 那我就买了票 他就给了这个 帖卡塔 这个牌子上面就有三个贴纸 那你每去一间露天温泉 他就会撕掉这张贴纸 和扔一个小印给你的 这个手型牌 你可以拿回家做纪念 这个叫手型 即是这个票 然后给了一个地图 今天呢 1月8日 有哪些开 开到几点的 还有两个地图 有英文有日文 那它地图里面会写着 你要走多少分钟 因为有些比较圆 我们现在在粉红色这里 那有些呢 就要走整十分钟 不知道今天走不走得完呢 我计算过这里 就有二十三间温泉 我可以浸泡的 那我这个牌子 就可以让我里面 选三个温泉来浸泡的 不够可以再买 那我决定呢 就去最远那些先的 因为最远那些要走一个钟 不过我不去一个钟 我就走三十分钟 而且它是 因为它们有些是两点 还有有几个是三点 现在是十二点半 所以我就先去那些 它这里会告诉你 它每个温泉要多少分钟 它是十二点半 我要去这个 美尼这个 Sato No Yu 1点6期 加油 还有二十分钟 还有二十分钟 哇 真的没得定 这个 河边这个 山幼 终于到第一间了 它是一个茅舍 就是这样的 温泉里面 当然不准拍照 这里就有一个山洞的室内温泉 还有一个露天的温泉 那些水悶悶地吃 很漂亮的 好 好了 到我们第二个景点了 这个山扁树山了 看看 先看看 它叫做山洞 还有三餐餐 我今天去山洞 终于找到了 原来是这里 很漂亮啊 在这里 这里左边是给住客的 右边是给我们这些露天 温泉的品客 我浸完温泉 当然要来一瓶有气的苹果汁 还有新鲜的阿蘇淑菇 我现在去完第二间之后 就发现 其实我只可以去三个地方 但anyway 刚才那个真的很漂亮 在一条河的旁边 它们在一条大河 旁边有很多树都是啡色 它们在水潭旁边 在那种温泉 我都会推荐来这间 大家 好了 现在到第三间 叫做屋の鱼 看看好不好 好漂亮 好漂亮 看那里 温泉地獄之汤 这间酒店好像很大 这间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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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啡餐厅来的 我们走温泉 走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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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带大家 装一下这道餐厅 晚上对着一条河吃饭都很棒 有机会来这里住一下 我有一些东西想告诉你 我前几天不是去温泉 我说你不要生气 你真的不要生气 你干什么事 我有一些东西想告诉你 我去浸温泉 可以去几个 去三个 然后有一间 它有一个是混浴区 男女混合的那些 是啊 你也知道 你这么年轻 就来日本 是啊 那我就 我去了 你会生气 你进了男女混合的那些混浴区 那就给一些 老婆和男女混合的那些混浴区 你 老婆本身也是会被男女混合的那些混浴区 那些混浴区 那些混浴区 看到一个好像在厕所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男女都可以用 为什么你立刻不叫我 我想叫你 但是你 不在我身边 我对温泉没什么兴趣 不是我想 其实我想叫你 我说不如我奖励一下你 既然你这么厚清 我去浸温泉 但是 那怎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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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说吧 我非常有趣 其实我很好奇 那里面有多少个男和多少个女呢 其实它是这样的 它是女一边 男一边 那我介绍 就说 男女混浴那里 就是一个洞穴 来的 一个 洞穴 因为有一些 所谓的 温泉在一个洞穴里面 那我就很好奇 那它呢 就是 有男一边 女一边的温泉 那里那里 中间有一扇门 就可以去这个混浴区 那你当然可以 只是浸 在女那边 或者男那边 是不是 你不一定要去混浴的 那我想提提大家 在日本的温泉 是不可以穿泳衣的 是什么都不可以穿 那当然啦 那需要你说吗 那不是哦 有些朋友可能未必知道 哦是 那我先讲完个故事 那中间 有个混浴区 嗯 那我这么大个女儿 我又觉得 人一世不一世 我都几年 都 孩子都生了 是不是 怕什么 又是二婚女性 怕什么 对 连你我都不怕 是不是 那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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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粗粗 那因为她说她的洞穴 是要穿过这个混浴区 才去到 就是那个洞穴 是混浴区的一部分 哦 那我呢 但是是露天的整个场 是露天的整个场 不是 不是 她有一个 通常是她室内有一个 是的 然后再走出去 是的 再走出去 然后我就 我就在好奇之下 我就想去混浴区 那我就打大赤膊 混浴区 那我就 我开门 想转一下 那我第一次开的时候 是没有人的 一个人都没有的 男人也没有 女人也没有 那天星期六来 应该有很多人的 那天星期六来 那天星期六来 其实我去之前 看到外面有些 外知省的阿淑 穿上Yukata的浴衣 就在我心里想 哇 糟了 不是和她这些阿淑 在一起 非常之不妙 这个感觉 哈哈哈 然后再隔了 来五分钟之后 我就觉得 唉 不一个勇志在心口 唉 这样 我就说 去吧 这样 然后怎么知道 这个是这个经年 然后怎么知道 我开门 就有三个阿淑 三个阿淑 那我开门 他们又怕 我也怕 虚见鬼 我不知道是我 我怕你还是他 你怕你 但是那地方是混浴区 是混浴区 但是他们 但是混浴区的尺寸 是很小 至少我开门 那个地方是很小 那个不是洞穴 只是露天蚊泉 那个尺寸 就像一个大的 桌球桌 snooker table 那么大的 你想想 已经有三个人 男人 在里面坐 如果你再逼进去 会多逼呢 是不是 大家想想 然后 我又开门 他 他 我又 但他又 他们三个人 然后我又 然后我就立刻 关门 我完全不记得 他们是什么样 然后你就立刻 退后 走出去 是的 就是混浴区 这么小 只有 可能你转 你转弯 就去了洞穴 那里 但我看不到 我的视线就是看到 一个snooker table 这么小 的地方 他们三个人 然后就 大家都 噢 那样 其实 大家都很 驚訝 因为没有 其实没有 三马八里面 没有女性 在里面 那 我记得 幸好我没有见到 任何 的这个 气宽 特别的气宽 但是我记得 有一个阿叔 是不知道 有一块布 是遮住他 这个重要部位的 哈哈 那我就 那我就 那我就觉得 嗯 那总算我去过 这么大个女儿 所以我就觉得 日本旅行是 这些叫 真广见文 那必须要试一下 你一世一世 必须要试一下 我觉得 如果 那些人不会虧了 那后来我就问一下 那些女儿 我说 喂 你们有没有去过这个 混浴区 你知道他们怎么回答吗 他们说 当然不会 我哪有勇气 我打死都不会 然后我就问他们 为什么要 那日本人 为什么要 有这些东西 对不对 然后他说 传统 这是我们的文化 是 很简单 有人喜欢去 才会有这些地方存在 如果你开了一个混浴区 一年到晚都没有人去的 那么那个主持人 那个船主都关掉了 那其实那个混浴区 肯定是有人去的 那我去的时候 是下午日休息 大概四五点 他说 其实他写明是 那个区域 晚上八到十点 只是女士 因为很多日本的温泉区 都是男 男和女那边 是会每天这样 互相 他ÍC 葡营 现在这边是男 现在明天这边 就是语 我就会变成女 ……这个 我可不可以 Leonard 我幾十年前去過混浴區 你去過混浴區嗎? 你有沒有跟我說的? 我那不是跟你說 不不不 我先說我的朋友說 我的朋友跟我說 為什麼有混浴區除了文化之外 有一些情侶是會去 總之去溫泉 他們就會去這個混浴區 因為他們要一起匯合 一起浸泡 是啊 其實是這樣 我可不可以講解一下我的了解 讓我先講解一下 不可以嗎? OK OK 嚇人針 然後除了情侶之後 還有一種人就是家庭 就像我和你和兒子 我想訪問一下你 如果你覺得我們三個都去 你能不能接受到嗎? 你說我們問觀眾 我問你 我當然能接受到 如果我去混浴區 跟那些阿叔一起加上你 你怎麼接受不到 看看人家會虧待 你沒問題 沒問題 你太前衛了 震撼了 我再想補充一件事 其實那個池 水是有些濃濃的 污濃的 它又不是全透明的 剛剛那個池是這樣的顏色 所以如果你坐下去 它就不會什麼都見到 但是天天和晚上浸 完全是兩回事 晚上真的很黑 如果你天天去 就真的什麼都見到 你說吧 我二十多年前 我跟一個男人的朋友去 我都不記得那裡的溫泉 總之是日本的溫泉 我們正常的男人進去浸 我們就發現 咦 為什麼突然間 在那裡門裡有一個男一個女的呢 當然是 溫泉當然是全裸的 原來那是混浴的池 就是說其實應該不是這樣 應該怎麼說呢 應該就是說 男人的池 傳統上有些地方 可能就是女人進去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女人的池 男人是不能進去的 就是說by default 男人的池 一向都是共獄 是可以共獄的 也是我的朋友 解釋給我聽 很多日本的溫泉 就是 仲男輕女 男人那邊是大一點 和漂亮一點的 女人那邊是很小的 所以呢 那一天的情況 就是說有一個情侶 一男一女很年輕的 那可能那個女生 就想和男朋友一起浸 也都覺得女生那邊太小了 一個人很悶 那他們就很有勇氣地 就走出來我們大 那邊 男那邊 那當天我的印象都很深的 因為整個池很少人 還有你帶鄉來是不是 但是還沒遇過那些 我當然還沒遇過 那我和我馬路就見到 嘩 真 那邊不是很近距離 那個池是大 但是我的那個真的好小 那在那邊浸 我們就在那裡裝鎮定 在那裡聊天 然後當然在那裡不停的看那個女生 那那個女生是真的存在的 跟他立伴在一起的 那他可能覺得不害怕 那我們難道不會走過去的 我們都是坐在懸位 在那裡裝鎮定 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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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裝在那裡聊天 不停的在那裡看 Poker Face 那他們也不會看我們 那我前幾天去浸 那有一個池 那是那個位置 就是你坐在石頭那裡 就特別看到外面的景氣特別漂亮 那有些女生就直接坐在那裡存落 就是有些人不會說尷尬 那日本女生對這方面的概念 跟我們香港人或者中國人是很不同的 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很多女生 到了小學畢業 都還是跟爸爸一起洗澡的 在家裡邊 那他們的觀念是很不同的 那其實在日本來說 小學生之前 你都可以去另外一個性別的溫泉區 就是你是男就可以去女生那裡 你是女生就可以去男那裡 還有你爸爸是大過女兒的 所以觀念很不同 如果大家是來日本玩 如果你去到那些運浴區 那第一也不要大害怕小怪 保持鎮定 保持鎮定 不像魚毛媽媽那樣 他們害怕小怪 他們害怕我 叫他們保持鎮定 那如果我真的去浸了 你會不會生氣 生氣豬 有沒有虧給別人 那忙是不是虧 那你一個忙三個就有好處 不是啊 你賺了 不是啊 所以我可以浸 我是可以浸的 你完全不介意 不介意 但是你不可以去 我不在這裡 你不可以去 為什麼 你也可以去 我當然可以去 不可以 是這樣的 我就是不讓你去 知道嗎 我真的沒有興趣 浸溫泉 一向都沒有興趣 那下次我們找機會 我就一起跟兒子去 男女混浴 人一輩子一輩子 好啊 大家都可以 有機會來日本去試一下 最重要是保持鎮定 鎮定 記得按LIK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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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YE BBYE BBYE